一 二 全新 Grand Starris 新登場 哈囉各位車水馬輪網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行男新宇龍 我現在人在的是位於內湖 內湖路上的全新現代 GDSI 展示中心的開幕 順便他們也做了 Grand Starris 這台新車的發表會 其實 Grand Starris 還是屬於過去之前二代目車型的一個 我覺得算是一個滿大幅度的改款 它從07年推出一直到16年推出小改款 那今天在18年的年底又再次做了一個滿大的改款 那改款重點原廠說有四大處處 分別是外觀、安全以及配備、舒適等等 那外觀上我們第一眼就看出來了 其實從這一代車型的改款 它已經有點像我們印象中的MPV的這種車型來靠 那以往它是比較偏商用車的規格 所以從外觀上車頭就可以看出來 它有比較大的水箱護罩 也加了一些鍍鉻岩素以及金鑽頭燈 整體來說就變得比較大方更漂亮一些 我車身尺碼的部分 它還是維持超過五米 它有五米一的車長 軸距也有三米二 不過滿特別的 因為它原廠配的是16寸 不算太大輪胎 所以維持一個不錯5.6米的迴轉半徑 讓它有一個滿靈活的操控 內裝部分這次最大的差異 就是改的過去 它是9人座333 那現在改成233 就變成是8人座 那它的第一排跟第二排中間 也是可以講這種workthrough 完全沒有扶手 你可以從第一排走到第二排 那第二排也可以做前後滑椅 那第三排呢 椅背也可以做64的一些收納調整 以配合後座行李箱空間的一些相關需求 好啦其實一開始我們就講到這種車 已經慢慢往MPV這種舒適化的內裝配備 所以在這台車上 我們可以看到 原廠配了一個7寸的觸控螢幕主機 不過雖然它沒有 Apple Carplay這樣的一個手機對應功能 不過整體來說 像是Wi-Fi 藍牙對應 已經是算滿夠用的 此外這個主機也可以做前後左右 四個鏡頭的先音輔助 我相信對於開這樣的一個大尺寸的車型 在台北的話是很實用的配備 過去國內的Stairrook 它有分成三個車型編成 分別是入門的豪華 尊貴以及旗艦 不過在這一次的改款後 原廠說它把原本的入門豪華取消了 因為它的價格並沒有跟中階的差太多 而且配備其實相差也不要 所以他們就把入門豪華取消 目前尊貴版的入門售價是137萬8 再上去旗艦版149萬8 另外還有增加前後兩個天窗的版本 是旗艦的再升級是155萬8 另外安全配備的部分 入門車型是維持兩顆SRS 不過在旗艦以上都是有四顆的SRS輔助器 還滿特別的是旗艦車型也有像是 我們熟悉的BSN的車側盲點 或是LCA車道變換的警示 以及RCTA後方車流警示等等的輔助 以及像是最基本的車身動態穩定 以及循跡防滑系統等等 動力系統部分其實跟改款前是一樣 還是搭載一個2.5升的CRDI的柴油渦輪增壓動力 最大馬力170匹 最大扭力45公斤米 那它的變速箱配備的是武術的手自排 而它的驅動方式是採用後輪驅動 底盤的設計上原廠有說 讓它擁有這種進口豪華房車的等級 是前脈花城後多連桿 同時也配備了前後都有防晴桿的配置 看完了今天GRAND STERICS的全面升級之後 我覺得除了像是租任業者或是機場接送 以及一些公司機關的行號 用來接送貴賓的用途之外 我相信未來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這樣的車型 來作為家用的代步工具 好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結束了 別忘了持續關注鎖定我們車水馬輪網頻道 以及我行安行榮的粉專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